大家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風雨飄搖的星期二 對,今早很大雨,今早是不是黃雨還是什麼雨,我只知道我的冷氣機好像被雨水砍下來 最近都是這樣的,整個星期都是這樣的,都是風雨飄搖的日子 我別駕駛車,很慘 你好像周身不聚財嗎? 對呀,我很痛啊,做完運動 難怪我瘦了一點 是嗎? 你有什麼痛,我有我的夾送,這件事 我全身痛 從島安說的,流浪斯人 我現在沒什麼肥肉,現在肉很結實 是嗎? 是的 讓我多減少一點,我試一下摸摸,看看很厲害 我以為你是否用相機試一下,看看可以開始拍寫真美 沒有問題,這個星期都亂都搞不到你 是呀,這麼大雨 明天我放假 明天放假? 明天是否響應什麼放假? 明天是,沒錯 是嗎? 是呀,但我們明天照出糧,明天在一起 很開心 照收錢 很開心 我們不敢做狗犀 老闆不敢做人 很開心 我們上班照收錢 是呀 有沒有人支持 但我想聽眾會不會支持呢? 聽眾會不會支持呢? 都是照給錢 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 有沒有人之前反對 面對著一個漫長的黑暗,等到一個光明 我們現在唯有這樣做 我明天就全日睡死了 他們 團結 真的,最重要是現在 我覺得這十幾年香港人輸了的是團結 我們現在要團結 是 即是各人做好,大家要做的本分 是 團結,等待光明的到來 好 真的 好 不過你睡到黃昭白眼 沒有辦法 我看不到天光明的一刻 由今早到現在 會的 都下很大雨 很慘 給點信心 這個世界會很光明 明天停播一天 好 明天會更好 你猜明天一定會下雨嗎 什麼 明天一定會下雨 風雨無不改 無阻 腰痛就不理你 是 好啦,今天呢 因為我多說話 不過是在極度心寒裡面 有時候我也在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近來有什麼無謂的事情 近來? 都是在說這些 是啊 唉唷,我突然想起 明天有人約我 我現在可以去了 去哪裡 回大陸玩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去嗎?一起去吧 Yoru約我 Yoru約我 你怎麼搞的 是啊 我跟Yoru說 我搞錯了 星期三你明明知道我要做節目 然後她說 但我們全部人都放星期三 前淺說明天跟我打電話 都不去吧 大陸 告訴你 哪個叫不去 說不去就不用說 告訴你 好啦 今天說什麼呢 說回上個禮拜 有一個聽眾台灣的 我在一個群組裡面 那些老台灣群組 她跟我聊天的時候 介紹的節目 聽她彈了一個鬼故事給我 是 我們先說一個鬼故事 好 時間有限 我待會拿了女獎的回鄉證 丟掉了 我打算遊樂場玩 你不是真的嗎 是啊 我打算遊樂場玩 是啊 不是真的嗎 是啊 我們吃東西 真的你有什麼痛餵我夾菜 你這麼快回去 痛死了 痛死了 痛死了明天走不走 對吧 這麼大也未必去到 喂 唯有看舊集數 不是明天開工這麼臭小子 我吃了十年網上的錢 你們讓我 我不是明天開工裝沒事的人 我不會的 好 那一個朋友就是老台灣 是 他說什麼鬼故事 都挺恐怖的 是 事情是這樣的 話說差不多移民了過去 有二十年 二十年前沒有人移民去台灣 他說只有那些 好像在香港做不成功 幸好你不是生於那個年代 你不斷說我要移民去台灣 那我就是做不成功 我身於什麼年代 我都做不成功 我不是 對吧 你爆開是這樣的 你看我講這些話 就知道我做不成功 做得好的人哪有敢說的 老實說 這個道理是怎樣 我想不到 對吧 做得好的人不說這些話 我問你 那做得好的人應該去哪裡 你裝沒事吧 他到最後放一些照片出來 就說哪裏吃東西 哪裏玩 或者不能放東西 你留意一下網台那些 大人把人都這樣 我想說 我最近發現了幾個女生朋友 在IG上 即是出旅程 她不是出旅程 坐頭等那些 那麼簡單 她是私人飛機 有張床 那些就是出旅程 那些就是出旅程 幫人 然後又拿了名牌袋 失蹤了幾年 以前一起拍戲 那些不是出旅程 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什麼 出旅程 幫人 出旅程 出旅程 坐飛機 不能出旅程 那時候周遊烈哥 他好像沒有一刻在香港 喂 不用 別人是出旅程 他也出旅程 別人是出旅程 出旅程 這些就是成功例子 這些就是成功例子 那些就是成功例子 那些沒有發達 對 小時候說什麼移民 旅程 那些叫長期旅行 對 對 我現在 周圍都是家 周圍都有一個地方 那些就是成功例子 那些就是成功例子 對 再說一下 她移民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當時她小時候在台灣讀書 所以很想移民到那裡 讀書回來幾年 就回到台灣 就是念念不忘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當時她應該認識了女兒 她也是這樣說的 念念不忘 那你有什麼原因喜歡台灣呢 是不是女兒 我當然不是 好 你等一下說 我都說 我都說前淺打電話 我不去 如果 那年她不會 好繼續 她一定跟我修皮 她早期移民過去 她說當時認識了一個做燒美的人 她說早期有很多人做燒美 其實無論是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很多香港人認識這件事 他們就走到外國 覺得是一個發揚光大的事 那你一定會認識的 做燒美 台灣人每次來到香港都會說 我會吃蝦燒 我打算去台灣做了一門生意 我告訴你 你也想不到 你也想到我做了一門生意 然後她當時就住在龍山寺的舊區附近 因為那裡比較便宜一點 沒有錢 那天她經常住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古惑仔 大家去那些餐廳吃東西 認識了一個古惑仔 那個古惑仔跟她說的那件事挺恐怖 就是那個古惑仔也是做叉燒的 因為沒有錢 也是住一個區 住一兩房一廳的 是很小的 那一條台妹就跟著她 她們兩個一起住 那住一住一下 突然之間那些舊樓來的 有一晚 那台妹就突然間慘叫 就睡在淡叫 就跟她說 快點收拾東西走 我們要馬上走 那那個叉燒佬睡到蒙蒙蒙 就問她什麼事 走什麼無端端 以為她吵架還是什麼 又或者以為那條女兒是喝醉 然後可能喝醉了還是什麼 就不理她 那一條女兒就不斷吵架 就跟她說 喂不是 起床了 廁所有人吊頸死 蛤 那她就聽到都醒了 哇 為什麼無端端有人吊頸死 那樣 以為她叫朋友來玩 那些朋友死了那些 就是很糟糕的 那她就立刻衝進廁所 就立刻看了 那廁所呢 就什麼人都沒有 那她說喂 吊什麼頸死也沒有人 你發夢了嗎 她的女兒說不是 她說剛才在廁所喝醉了什麼 看電視 然後一開門上去廁所 看到一個男人吊了在那裡 嚇到立刻關門 然後她就立刻叫她走 又死了人 吊人吊頸死 她沒有想過是鬼的 以為不知為何有些東西走進來 有個人走進來吊頸死了 不知道那些 以為回家的時候 可能沒有去廁所 之後她沒有辦法 即是沒有辦法 就立了一些東西 就跟女兒一起走到外面租房 那出去住的時候 那女兒就完全不敢回來 那她說 你先回家裡住 然後自己回去住 想過了幾天 那女兒就沒事就回來 也可能以為那女兒假裝 如果那女兒不回家 要出去外面 說你家裡有人吊頸死 那我也覺得可能是假裝 她就說認識了一條兒子 那些東西 嗯 那我就不… 即是知道女兒說謊 那她就不理會了 那她就回來先住 那她住了一整個星期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突然之間有一晚 她呢 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時候 就聽到 旁邊的玉簾有些洗澡聲 是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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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她以為是有老鼠 那怎知道 一打打開 老鼠又沒有 那她回到外面 然後呢 喝喝一下東西 整個廁所 都會湧出來 噢 爆死她 總之全部都是水 不知道什麼事全部都是水 那她就拿東西去吸水 吸一下吸一下的時候 打開一對門 那打開一對門 那些人就問她 那些人做什麼 那些鄰居問她 那裡很小 那裡吸水出來 也扔出門口 吹風之類 然後那個人就說 喂 她說你小心點 她說之前那間屋 真的有個男人在吊頸死 她說 就是在廁所吊頸死 她說 有些阿飄 骯髒東西 好兄弟 叫她找一些廟 樓下的廟姑 走去拜下去 她說燒一下她沒事了 雕空了很久 你們要進來住 這樣跟她說 燒一下就沒事 有沒有那麼簡單 我心想 那個人就很害怕 然後到處都是廟 你明知道死過人 還說有人看到 真的看到那個男人在吊頸 明知道那隻鬼 轉頭不見 我 這件事有沒有那麼巧合 巧合就是擺明那隻鬼 還在那裡 如果我窮我不怕 如果一反過來說 我搬進去旁邊的屋 說你之前在這裡死過人 但我從來在這間屋裡 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我都還可以 但你已經看到她 我覺得 如果沒有錢的時候 我不會害怕 因為你沒有選擇 那些窮惡 你有錢的時候當然會害怕 搬別的地方 算了 那些錢都錢 沒有錢就害怕 都要住 對不對 我覺得是廁所 你一定會去的地方 例如 她不是在廚房吊頸 你頂多不在家裡煮東西 廁所怎麼辦 你想想 你拿個潭鬼在房間裡 最少洗澡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閉著眼 洗頭 對呀 我堅持那些眼睛 你沒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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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閉著眼睛 又有鬼 彈吵吵吵 然後她去找附近的小廟 問那些阿菇 龍山寺的廟 怎麼搞 現在也沒用 她說 總之 她跟你有些恩果 她說 早晚就會現身跟你說 她說 你聽完她說什麼 你再下來找她 我幫你做 她說現在我幫不到你 要等那隻鬼出來開口 過了幾晚 她就喝啤酒 喝了半夢半醒 在電視上 然後突然之間 旁邊就多了一個男人坐 差不多五十幾歲 她全身都是穿著黑色衣服 臉灰灰暗暗的 那位男人坐在他旁邊的時候 就嘆氣 唉 唉 那些這樣 然後 她想動 但不能動 然後旁邊那個男人 就捉著她 不斷在搖她 左右搖又搖 好像叫她一樣 不知叫她做什麼 口罵抹 過了沒多久 她一醒醒 醒了 有人動得回 再看一看旁邊 嘩 糟糕 不是還在 恐怖在 不是阿伯 是她的女兒 眼靜靜地坐在旁邊 嘩 她的女兒進來坐在旁邊 是 那究竟是上了身還是什麼 是 那一刻在想 還是那隻鬼扮她的女兒呢 她就抓她的女兒 有彈破鎖帶 叫她起床 接著那個女兒 叫她沒有什麼反應 是 但也叫得回醒 她什麼時候進來的 她就說 進來沒多久 不知道 然後一天亮 她就拿著女兒 就去找到阿姑 是 那阿姑就問她 你看到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她說 沒有 沒有 沒有說話 想一想 想一想 真的不太記得 很害怕 我再想 我記得 她好像叫我帶她坐飛機 帶她坐飛機 想清楚啊 小弟 帶她坐飛機 帶她坐飛機 是兩件事 坐飛機 是貴很多 打飛機很便宜 打手槍 就很便宜 小弟 那他就真的坐飛機 那時候是國語的 打飛機 和國語應該不一樣 應該 打飛機就是打手槍 對 所以應該不一樣 打手槍 應該真的打飛機 吹喇叭 是嗎 吹喇叭 是嗎 我以為你經常作的 不是 馮道安我哪裏寫出 這麼文雅的東西 是不是 然後那個姑 就開始幫她問 就開始擲東西 問東西 我想應該是問米 不知道她問什麼 那問一問 那個姑就跟她說 那個男人現在肯走了 是 她說她都是你們 為什麼找你呢 她說她本來都是香港人 她想你帶她回香港 即是吊頸蛇叭都覺得 以前可能是香港人 以前可能是 我看到同鄉了 那我打算搭一搭 順便帶回去 叫她回香港 是 但是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帶她回香港沒問題 我怎樣戴才行 是呀 我怎樣戴她去哪裡 你有沒有神主牌 我真的見過別人拿神主牌 是嗎 是 有什麼骨灰 真的買到一個位置給她 我知道 那你帶她去哪裡 你沒理由買個位置給她 這麼貴 對呀 三不識七 你二十年前的位置都扔兩人扔東西 對呀 但是怎樣戴呢 她又沒有骨灰 那怎樣 我怎樣 我沒理由去到劇特機場 到了 下車了 你最後一勾那些灰 就撕掉了在九龍城 喂 送她去山頂嗎 我在想拿去拘捕 人家好像驅師那些 拘捕一拘捕一拘捕 但她又不是驅師 對呀 怎樣戴呢 怎樣戴她呢 那我們的問題呢 就等於當時的狗狗仔的問題 是 那個阿菇呢 就真的答到一些話 告訴她 那個阿菇呢 就說 你回去床 是 床板底 是 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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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不知道找到什麼頭髮 什麼指甲碎 找到一隻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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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隻牙恐怖一點 哦 我覺得每一件事都恐怖 你都租很多屋 對嗎 是啊 你會不會看 揭開床底 看看它的味道 揭開床 租屋 應該這樣說 我永遠都是 自己的床 買自己的床間和自己的床褥 所以我就不會說 無端端有一些 不關於我的東西出現 那些床是訂做的 那個業主 他整死了在那裡 你只能扔床褥 你也對 是啊 他訂死了 有個台階 那樣 我真的沒試過 但我在想他究竟有些什麼 你住的套房 確實是沒有那麼好裝修 對 你租了到套房 全部都是自己 什麼事 什麼事 你租了到套房 就像豆腐巾一樣 什麼叫租了到套房 唯獨是一間 都沒有第二間 都沒有第二間 究竟有什麼 什麼事 他回到去 就真的揭開床板 然後有灘水在裡面 床板下面 確實是一格格的 有一個小箱 就是一個小小的箱 他真的在看箱子裡面 裝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一些廢紙 一些粒粒粒 可能是上一手的東西 他們就找出來看 裡面有本電話寶 以前的人不是寫電話寶 是 90年代都有電話寶寫的 因為電話寄不到那麼多東西 而且入字很麻煩 有本電話寶 裡面有很多地址 很多電話 他就很害怕 因為阿菇叫他幫他 就是前世人 今世人 那些 於是那個古惑仔 就不斷在我 逐個逐個電話打去問 是 是 有一個哪個人 其實是有名字的 即是 他應該是上了新聞搜尋 之前那個死的人 是誰 不是 裡面有些東西 有單有其他 有單有其他 有電話寶 那打去問什麼 我不是很明白 你見過電話寶 有三十個人 你就打了三十個人 你知不知道這個人 我叫他台灣朋友 我叫他台灣朋友 你知不知道Icy 我叫他香港朋友 我意思是 他怎麼知道死者的名字 就變成有單有其他 即是他的單 我以為是別人的單 他有單有其他 有所有的東西 有所有的東西 有名字 那我就打去問 他問了幾個之後 馬上有人回答 有一個人 很搞笑 他說 他是他的乾弟弟 想找他很久 他說這個人 過了台灣之後 就沒有了聯絡 早前有朋友 聽朋友說 就說他死了 但是那個乾弟弟 不知道他的地址 完全不知道 即是沒有人沒有密 那個乾弟弟 就馬上問很多事情 然後就過來 怎麼帶他走 很煩的 他說要去台灣的機關 那些不知什麼 民政機關 就查這個人 死了 然後接狀 他就放了去公務的地方 是 也挺好的 不是香港這樣 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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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的 即是骨灰殺你 他不會的 他在公務上 然後就帶人不走 即是你無親無故 你帶人不走 證明不了 你乾弟弟 即是乾弟弟弟 你非親非故 即是法律上 他就搞了一些法事 請人回來 就進了一些東西 進去盒子裡 然後就帶他走 即是帶他回香港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最恐怖的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叫他找回床底 真的有東西在 你知道我曾經聽過 類似這些真人真事個案 那他是怎樣的呢 就好像真的我那些 他不是租屋 他自己的家 有爸爸媽媽 有兩個小朋友 有一天他媽媽就覺得 家裡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其實都住在這間屋裡 有一段日子 之後 他就整天發夢 夢見有個女人跟他說話 最後就發現了 他自己睡的床褲 要確定的一件事 就是床褲和床架 都是自己買自己裝修 家裡的那些 因為多數你換床褲 你不會整個反起 可能套完之後 你拔出來之後 又再套過 你未必會反轉床褲 或者怎樣 有一天 換床單的時候 就發現 拿起整個床褲 裡面有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女人 但那張照片 他想了很久 應該是那些 可能 他在想 小時候 會不會是那些 相簿裡面 掉了出來 或者怎樣 然後就去問他媽媽 他媽媽就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不認識的 是甚麼親戚 你問一下 是甚麼兒婆 不知甚麼 逐個逐個親戚問 都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誰 問他會不會是小朋友 不知是甚麼 同學仔 交換照片 不知是甚麼 都沒有人知道是誰 最後 這個女人 不是說 經常在她夢裡 其實有一個女人出現 她最初是朦朦朦朦朦 最後 越來越清楚 她就認得那張照片的女人 又是有求於她 就說 你可以幫我做一件事嗎 又是找一個人 但後面的 我就不太記得 但真真正正是她說 她不知為何會出現 但她完全不認識她 她們兩個完全不認識她 那張照片 又不是上一首屋主 又不是親民戚友 不是呀 對呀 她真的不知為何無端端 就有一張照片 那肯定是 那些親戚裡 跟她有些淵源 可能就是上一輩子 但她就問過她 不會上一張照片 留在那裡 我正在說 這個女人是 是 不是 自殺死了 那些壞事 可能這個女人 跟現在這個媽媽 上一輩子 她們是認識的 所以才會找到她 去幫忙 如果今世 無端無論 我覺得未必會找到 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記憶中的 是叫她找回她媽媽 還是她的家人 還是她的子女 那些 那接著呢 是公布熱線 當時那個年代 是呀 死於非命 不知道要找些甚麼 就是臨死之前 差點事未做 那後來就搞定了 就沒事了 搞定了 真的去幫了這個女人 又是找些師父 阿姐 通靈通完之後 就得到更多的訊息 真的去幫她 如果這樣也找到 其實很害怕 是呀 如果那個女人叫你 你去哪裡幫我找 我真的遇到那個人 其實也挺害怕 是呀 你想想 真的有鬼 因為確實有鬼 如果你真的發夢 你有甚麼可能 這些資訊會是正確的 是 講了兩個關於 都是跟夢境 真真假假的事 有關住屋的事之後 今天我選了一些鬼故 是關於一些猛鬼湖 香港都講過很多個 關於恐怖一粒鐘 講猛鬼湖 特別是講小夏威夷 然後大埔 然後有藍地 講過很多個湖 我選一個 外國裡面的猛鬼湖 跟大家去講 先看看圖片 都挺神秘的地方 我看的時候 今天都看得 都挺津津有美的 看到我 我們看看圖片 究竟這個地方在哪裡 它是在美國的 Georgia 州 中文是什麼 真的不知道 Georgia 真的不知道 有圖片嗎 Georgia 州 好像是 Georgia 州 的北部裡面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山 那個山就好像 我們以前的萬宜水庫 就是它把它全部都炸了 然後建一個很大的水塘出來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那個山本身有一幫人在這裡住 裡面有古舊的墓地 裡面有屋 有人在這裡上班 有整條村 它就由淹沒了那條村 就用來建了一個水上的中心 我們看看圖片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這樣吊頸 這個恐怖的東西 就是這裡 它應該是美國來說 最猛鬼的一個湖 這個是一個湖 在Georgia的北面 一個山裡面 這個是一個湖 這個整個海 那麼厲害 其實是Nania 那個地方他們叫它做 是 有一個稱呼的 叫做 被詛咒的Nania Lake 就是這樣 為什麼它說被詛咒呢 要說一下 本身有多大 它就差不多有整個 如果計算平方 59個Square miles 有這麼寬的 大約是多少呢 我想是有整個 150個KM Square 有這麼大的 其實很大 很大 真的是平方 1KM都已經很遠了 1KM都已經很遠了 它有百多KM 這樣非常之遠 而且它水深 最深的地方 是有75米的 75米有多深呢 葡台島 香港的葡台島 我沒有記錯 最深的地方 我去玩的時候 去放那個C 有時候差不多 180米的 其實已經很深 很深水 葡台島那邊 它有75米 但是它是 人工做出來的一個湖 所以它就是靠泵水下去 還有靠 平時有些水利建設 提壩 就是類似 沙塵樓高 類似萬宜水庫 它本身是山 當時 400年的時候 就開始搞 總共佔地的面積 是有100畝地 都不止 不止100畝 有整 抱歉 5萬畝 5萬畝地 這麼寬 5萬畝地有多寬 給你一個想法 某也不懂 舊啟德機場 出生了沒有 有 有 有印象 但是裡面是怎樣 完全一點都沒有 舊啟德機場 出生了 但裡面是怎樣 完全一點印象都沒有 純粹好像去過一兩次 青春期沒有 沒有 只有幾歲 舊啟德機場 就大約275畝地 275 赤立角機場 大約有750畝地 我沒有做過那個年代 是 就是750畝地 那你想想 這裡是5萬畝地 5萬啊 哇哇哇哇 那你大約知道 比例是有多少 哇 厲害 當時起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 難怪我說整個海 有幾樣東西 就令到它變成一些邪野 首先 他跟一個叫做 Henry家族 就買了他的農場 買了100多畝地的農場 然後裡面的農場 附近也有很多村落 全部都叫他們走 包括有些舊的土人 叫他們走 給他一些新地方 另外呢 有些古墳 哇那這怎麼辦 挖出來嗎 哇古墳 有人收嗎 哇 古墳啊 我統計過的 在那裡有250個家庭 是 有15間公司 包括有些農場 有些建築公司 佛木公司 只是單講墓地 它是有20塊墓地的 是 20個不同的墓地 不是20個墳墓 是20個墓地 是 那全部呢 就搬到其他地方了 有些說真的 你說搬 那些古墳 替你挖了嗎 如果我是工人搬 搬不到就算了吧 那也是 又不知道 你挖到多深去建 是嗎 是啊 那個墳 那工人算了吧 我以前見千墳 那些 扔上來一段時間 有人認真 沒有人認真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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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跟你撞下去的 你挖起那些 很簡單的 登公告 登獻報 登報紙 有沒有人來 誰人來 擺一段時間 沒有人認真 那些壺埋了就算了吧 難道跟你撈壯嗎 那接著呢 背景也夠恐怖 就是全部放出 又閹了壺 那些人又說 一個被詛咒的壺 那自從它建好之後 慢慢開放給別人玩的時候 哇 死亡人數 加奇怪事件 是非常之多 那個山脈 就是本身這個 朋友回答我了 喬治亞洲 喬治亞洲 這個山脈 北面那個地方 本身都經常出現有怪獸 有幽靈事件 UFO 謀殺案又多 什麼東西都多 這一區 那自從這個壺 建成之後 很多人就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意外 亦都多到是上了報紙 那些人就說 它是一個被詛咒下了的壺 但是有什麼意外 就是淹死那些 很恐怖的 有些邪門的 而且裡面有幾隻鬼 會經常在這裡出現 究竟它是什麼人 待會回來第二節再跟大家講解 待會回來第二節再跟大家講解 請問一下